第1560集 枪头穿破空间 发出撕裂的声音 宛如神龙在咆哮 周围的枪翼不断地交织在一起 一抹寒光闪过 刹那之间已经冲到神国强者面前 在他距离神国强者只剩下三厘米的时候 他抬起手中的利剑 手臂抬起来的时候 一剑斩下去 在两者相互接触的一瞬间 传来一股距离 神国强者的身体猛然后退 他体内的气血翻涌 如果不是强行压制的话 一口血水已经吐出来了 神国强者整个人的脸色一抹凝重 刚才他出手的时候 可是动用一半的力量 竟然奈何不了 在一击后退的时候 也沉凌厉的杀意蔓延开来 同样一枪继续刺出去 此刻神国强者不敢大意 接连动用全力一剑挥舞而出 枪翼和剑翼蔓延在虚空当中 相互碰触的时候 叶辰骤然拿出兽朽剑 不朽剑翼直接喷涌而出 法则不断的凝聚 周围的温度一瞬间下降 空气之中飘荡着雪花 剑翼喷涌而出 冒着闪烁的金光 一枪刺出去的时候 随后一剑直接落下 焚天之剑 神国强者整个人的身影不断后退 一口血水喷出来 另外一个神国强者眉头紧锁 这怎么让一个封门镜舞者压着打呢 真是一个废物 修炼到太虚净 修到狗身上了 在他犹豫要不要出手相助的时候 叶辰鬼魅的身影已经冲杀过来 时间法则的气息飘荡在空气当中 叶辰的嘴中喃喃低于 万古惊雷剑 不朽剑翼和时间法则融合在一处 整个空间都在不断的震荡 在震荡的时候 叶辰抬起手臂 手起剑落一剑倾刻之间落下 由上而下 直接劈开神国强者的脑袋 一下子撕裂成两半 在远处的神国强者一瞬间傻眼 不过很快就清醒过来 放肆找死 一声怒吼 他整个人的身影直接冲过去 从神国强者被击杀的那一刻就已经不能够善了 叶辰必死无疑 要不然的话 他们神国尊严放在何处 在他出手的时候 也不敢大意 刚才叶辰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他内心颤抖 神国强者的手中 拿着一柄雪白的长刀 在刀翼涌动的时候 双手握住长刀 朝着叶辰的方向 骤然砍下去 一刀而出 空间都在不断的颤抖 叶辰反手一剑直接落下 一刀一剑相互碰撞 传来猛烈的响声 叶辰的身影轻微后退两步 这一刻 让他意外的是 死亡法则竟然缠绕在兽手剑的上面 这无尽之海 似乎激活了从万魔之地得到的死亡法则 不朽神体闪烁着金光 灵力的剑翼直接冲杀过去 剑光未到 但是剑翼已经悄然而至 剑翼不断地在虚空之中凝聚 形成一股风暴 朝着神国强者的身影冲过去 神国强者一刀下去 把剑翼撕碎成两半 身影凭空消失在虚空当中 手握着长刀 已经来到了夜沉身后 一刀砍下去 刀翼直接穿透夜沉的残影 肖长老和几林等人 在一旁远远地观看 当其中一名神国强者陨落的时候 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闹大 肖长老虽然着急 不过也无可奈何 夜沉都已经杀掉一名 还能够怎么办 只能想办法解决 在刀翼蔓延的时候 夜沉的身影直接转身 竹天神魔枪直接刺出去 仓促之间 夜沉的身影退后两步 背后出现神兽虚影 神兽栩栩如生 宛如真的一般 一声声咆哮 引起空间震荡 地面都在不断地出现裂痕 四分五裂 神兽虚影直接朝着神国强者的方向 轴然冲过去 神国强者嘴角一缕不屑的神色 如果真的是神兽 他还能够忌惮一二 只不过神兽虚影而已 根本不需要放在眼里 他手中的长刀 手起刀落 不断地挥舞 神兽虚影根本抵挡不住 当神国强者解决掉的时候 发现夜沉的身影早就已经消失 刚才夜沉动用术法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在神国强者的背后 夜沉的手中魂器施展 直接扔出去 魂器在虚空之中 发出嗡嗡的响声 恐怖的气息弥漫出来 神国强者感受到 背后恐怖的杀机 神魂震荡 万万没想到 这封门镜强者 竟然还是一名魂羞 整个人一转身 但为时已晚 魂器已经直接落下 一声爆炸 地面上出现一个深坑 爆炸的范围之中 尘土飞扬 里面传来神国强者 凄惨的怒吼 当神国强者 从爆炸的范围里面 冲出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血肉模糊 浑身上下流淌着血水 宛如一个血人 此刻神国强者 已经彻底失去了神志 脑海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夜沉直接撕成碎片 才能够解心头之恨 他是太虚净的强者 一直都是高高在上 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 在神国强者冲过来的时候 夜沉的背后出现万柄利剑 每一柄利剑都散发着寒光 在虚空之中嗡嗡作响 剑翼已经在虚空之中化为实质 一剑斩天 空间颤抖 虚空震荡 地面都开始不断地裂开 这一剑直冲云霄 神国强者的内心里面 感受到浓郁的危机感 一剑下去他说不准会死 神国强者的五弟精血逼出来 整个人的脸色彻底变得苍白 为了躲避一剑 他差点伤害到根基 不过只要能够活命 也值得 万剑齐发 铺天盖地的剑语朝着神国强者不断地落下 一剑接二连三 地面上出现一个个窟窿 在万剑射出去的时候 神国强者的身上弥漫着一团血雾 血雾缠绕在他的身体上面 抵挡住万剑 万剑齐发 整整持续十分钟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 神国强者整个人的气息若有若无 纵使如此 他相信夜晨也差不了多少 这么恐怖的力量 夜晨体内的能量 应该也消耗得差不多 只要他再付出一些代价 击杀夜晨应该没有问题 损失的只不过是他的精血 体内的能量还有不少 对付夜晨应该足够了 他想着如意算盘 虽然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能够活下来也足矣 当初那位神国强者 被灭杀得如此之快 主要还是因为大义的原因 要不然的话 也不会让夜晨轻而易举地击杀 当他抬起头 盯着夜晨的时候眉头一皱 看着夜晨的模样 仿佛并没有消耗巨大 脸色红润 似乎还有余力 这让他有些拿捏不准 难道夜晨还有一战之力 一想到这里 他直接否决 肯定是夜晨故意装作这个样子 想让他落荒而逃 神国强者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 眼睛里面一丝嘲讽的神色 真以为他是傻子 夜晨的阴谋 他早就已经看透 手中的长刀握紧 在想着如何把夜晨大泄八块 才能够解他心头之恨 体内的能量不断地涌入到长刀里面 压抑的气息四处蔓延 夜晨握紧手中的兽手剑 魔气和剑意两者同时涌出来 在法则涌动的时候 体内的能量骤然爆发出来 如若不是重伤 他可以顺序解决战斗 好在现在伤势正在恢复 太虚净强者怎么可能没有保命的底牌呢 夜晨早就已经留好后手 涂抹灭世界 夜晨的手臂转眼之间抬起来 手中的兽手剑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还有一丝丝的魔气不断地流动 不朽剑意喷涌而出 周围的空气骤然下降 冰冻到一个极点 仿佛来到冰天雪地的世界 在神国强者冲过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移动速度变慢了 似乎时间定格在这一瞬间 两道极致的剑光撕裂空间 在空中不断地流转 朝着神国强者的方向冲过去 一道剑光落在神国强者的胸口上面 出现一道伤痕 血水不断地涌出来 一击直接让神国强者身受重伤 不过还没有结束 另外一道剑光已经落下 一剑穿透神国强者的身体 撕裂成两半 两名神国强者陨落 肖长老来到夜晨的面前 直接开口说道 哎 事已至此 趁现在别的守门人还没有出现 我们赶紧离开 两名神国守门人陨落 已经惊动了别的神国强者 如果再不逃跑的话 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吉林和叶洛尔来到夜晨身边 眼睛里面充满了担忧神色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话 夜晨也不会击杀两人 他一想到自己的实力如此微弱 根本帮助不了夜晨 内心里面恨不得拼命地修炼 夜晨 对不起 我并不想这样 夜晨摇摇头 这件事不怪你 那两人不过是看不起我们而已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答应过你姐姐 绝不允许你受委屈 吉林眼眸闪动泪光 真的吗 夜晨点点头 真的 谢谢你 夜晨 夜晨轻微点头 知道击杀神国守门人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强者追杀 不过他也不后悔 敢对吉林出手 必须死 马上走 无尽之海 我们再想办法